捷運三陰線施工也是交通黑暗期 預計2023年完工的三陰線 連接新北陰哥區和桃園八德區的櫻桃路 福德路一帶同時也臨建國道二號交流道出入口 車流相當龐大 光是離風時段已經是大雍色 尖峰更是難以想像 那櫻桃路這一條路長期以來就是車輛很多 容易造成雍色的問題 那再加上現在捷運在施工 又佔據了部分的車道 使得櫻桃路車輛用色的問題又更嚴重 作為替代道路通往櫻哥的福德一路177巷 巷到小 匯車處更是狹窄 但福德一路177巷分別有新北市 桃園市的土地 目前兩市達成共識 近期將各自啟動用地取得程序 新北市議員蘇宏清建議 優先拓寬福德一路177巷口 作為替代道路才能讓交通噩夢得到舒緩 福德一路177巷的拓寬 希望可以把這一條巷子 當作是櫻桃路的一個替代道路 分散櫻桃路的車流 那但是因為這一條福德一路177巷 是桃園跟新北各佔一半 所以他們一直在商量說 到底往哪一邊拓寬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兩邊的市長 在去年也已經達成說 我們桃園跟新北要聯手來拓寬這個177巷 路口這邊其實兩台車子要匯車都有困難 所以是不是從路口這邊在先拓寬 由於路口這邊是屬於桃園的範圍 所以我們這邊新北市的捷運局 會跟桃園市的桃園市政府這邊 在積極的聯絡詢問進度 希望他們可以優先從路口這一段來做拓寬這樣 舒緩交通黑暗期的車流量 議員建議加速拓寬道路 才能讓塞車路況盡早獲得改善 記者正聽家綜合報導